那两张照片的话述非常清楚 那是专业照相机 国家机器国家的资源不要这样滥用 又是国家机器搞得鬼 韩国瑜过年飞到巴厘岛打麻将 被民众拍到 都怀疑中央派人紧盯 其实房仁之心从上任开始从没松懈 住那么大的房子也是浪费 我们就租一个小房子就好了 当公司真的看到很大 对 我们现在在来弄 不只关顶不住 还坚持把市长办公室搬走 而韩国瑜根本没用过的旧办公室 被前朝摄影官闯入偷窃 韩国瑜公开自曝 陈局人马闯入 是要监控新市长吗 既然已经离职了 怎么可以带走公文呢 我随身的秘书跟随父 有没有被收买 严格监控韩国瑜市长的行为 连李嘉芬于林老家农舍被踢爆为鉴 空军执行 例行救护训练 直升机飞过农舍上空都不行 为什么掉军用直升机到我们家房子去看 太奇怪了 房中央房的仔细 蓝银同志也都是假想敌 之前党内初选 国政院警发表会前 韩国瑜质疑对手假扮成心腹 企图偷讲稿 怎么可以切入我们办公室人员的 这个email上 这是很可怕的 到现在一级主管没有人知道 他真正晚上在哪里过夜 回家要换车 这个医生都有说 长期饮酒可能会导致一些被迫害妄想症 如果是的话我就应该寻求专业的协助 西进党也PO文 如果真有追踪 能让你每次水灾都神隐吗 还有网友制图 不会是李嘉芬庄的吧 也有网友留言 不用庄就知道你去哪呀 吹到宝然后造势 还有人质疑 韩国瑜是酒精中毒吗 上任将近八个月 施政马马虎虎 但在防小人的领域 可是下足功夫 三十四号留情 张奇周凯 看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